他本来压在天牢 应该有天牢放人 可是天牢不愿意接受 他们说从来没有死囚再回来的道理 臣又和长安另一商量 另一推脱 说求产是朝廷的侵犯 地方官不能跃权 些许小事就难倒了李将军 啊 这呢倒是有一个合适的地方 保证无人推脱 秋缠也一定愿意去 那最好不过了 请问在哪 就是你府上 皇上 君无戏言 万万不可以了 李将军 您想想 小林子已经当着全长安人的面都说了 说秋缠是他的媳妇 媳妇不住婆家住哪 对不对啊 小陈给您道歇 是不是啊 李将军 退班 陈告退 李将军又回来了 行 行 老赵 你也会开玩笑了啊 哦 哦 父亲 这绝对不行的 这得罪太皇太后的 你以为我们没得罪他吗 这 斗家的人占了半个朝廷 咱们得罪不起啊 还是让秋缠到别的地方去吧 这可是皇上的圣旨啊 父亲 这关上门说起家里话 那皇上也年轻啊 他比灵儿大不了多少 有些问题啊 考虑得太少 可咱们李家呢 和斗家就接触太深了 你可以当面向圣上禀明啊 为什么不揍 打一本正经的样子 儿子不敢 父亲 您面子大 您聚请皇上受为成命吧 爷爷 不必让伯父为难了 秋缠不会连累你们 灵儿更不会的 我带他走 你要去哪儿 秋缠想去哪里 我就带他去哪里 我们四海为家 站住 你敢 灵儿向伯父祖父告别了 灵儿 你还欠爷爷一笔账呢 我欠爷爷什么呀 你去燕慈城之前答应过爷爷 让爷爷见秋缠一面 怎么 现在爷爷连他面都没有见着 你就想把姑娘带走 爷爷 你真的想见他 我孙子喜欢的姑娘 又是远到来的客人 我岂有不见之理 他 他就在门口 父亲 大开中门迎接客人 秦斩 这就是我的祖父 那是有机会的 不是 鳌鲫 是 没有 您您担心 不 你 老公 你 去 你 看起来死鬼留异 倒成了你们两个人的没人了 爷爷 你愿意收留他了 我想收他做个徒弟 且做且做武艺 秋山姑娘 你看老夫配不配啊 爷爷师父在上 真是受小徒纠缠一半 父亲 你怎么收他做徒弟 这怎么称呼 她是李宁的女朋友 还有啥师姑啊 对 我吃亏了 你还老想占便宜啊 当着全城的人 喊家老婆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什么 李广收他做徒弟 这下宇宁军啊 更支持不动了 姑母 干脆把这老头给撤了吧 胡说 匈奴要是真的打进来了 豆家这些不争气的 谁会打仗啊 那怎么办 送份贺礼 祝贺名师收高徒 还要祝贺他 不行 叫你送你就送 送份厚礼 那是以姑母的名义呢 还是以儿臣的名义呢 你的我的不都一样吗 李广心里会明白 是 儿臣告退 东方硕 我心里刚想到的事情 你就替我说出来了 很得意吧 曹臣嘴快该打 我不打你 我要罚你 罚 曹臣什么 罚你猜猜看 本宫现在心里想什么 如果我猜错的话 太皇太后就知道是耳旁风 一笑了之 那要看你错到什么地步 太皇太后想的是 让曹臣加紧扶持子夫 让他琴棋书画 无一不通 一号将来陪王半价 谁告诉你的 是太皇太后自己 我什么都没有说 太皇太后 让微臣在一个侍女身上 下这么大的功夫 恐怕唯一的用武之地 就是想让她成为 当年的太皇太后吧 我真想杀了你 太皇太后自当什么都没听见 依你看 子夫和皇上 有这个缘吗 那就要看她 和皇帝 有没有这个缘分 必须有这个缘 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如果治不了她 就让女人来降服她吧 你说呢 微臣没听见 保神了 阿弟 陈国舍人参见公主 她呢 谁呀 我这儿可没有第二个魏子夫了 魏子夫 我们不是要找魏子夫 我们要找念奴娇 念奴娇不就在公主府里吗 念奴娇 她已经走了 去哪了 大闹罚场以后 她就再没回来了 怎么了 弟弟 你也找她 前两天阿娇也在找她 阿娇也找她 他们俩见到了吗 没有 当时我拦也拦不住 还好阿娇没有把她认出来 不然又是场好戏看了 对了 那个念奴娇 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公主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心思吗 皇上心里想的那个人 就是念奴娇啊 你说什么 弟弟喜欢她 真的吗 她是天下第一个 让我心动的女孩子 也是第一个 让我难以忘怀的女孩子 我一定要找到她 弟弟 可是 我认为那个念奴娇 她好像和东方硕 更有默契呢 什么 不会吧 他们都说什么了 说什么我倒没有听清楚 不过 我看懂了她的眼睛 一个女孩子 正望着自己心爱的男人时 眼睛里才会有那种火的 弟弟 阿姐劝你一句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干嘛去争一个 根本不爱你的女人呢 你怎么知道她不爱我 我就是要把心掏出来给她看 只要她给我机会 什么东方硕 我就不信在情场上 我也会输给她 九哥 皇上 郭少人 你给我听着 回去以后 你必要好好劝劝皇上 千万不要火上浇油 听见没有 公主 那老郭办的就是这差事 九哥负责想 老郭负责拜 老郭还是先回去了 即可 刘晨 你和秋缠年纪还小 暂时以兄妹相称 不急于成婚 爷爷 这恐怕不成吧 怎么不行 我们李家的男儿 都要一刀一枪 先建功礼仪 然后再提成家的事 不是 他比我大半岁呢 那就以姐弟相称吧 恭喜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心心相应 我先祝贺你们 姐姐 你也留在长安吧 不要走了嘛 我留在长安做什么 东方硕也在长安啊 他的心机太深 不再儿女私情 你就直接和他摊牌嘛 总是这样躲躲闪闪的 你猜我 我猜你的 有什么意思嘛 你就直接问他 你到底爱不爱我 不爱就明说 皇帝还等着我去做娘娘呢 你也在开我玩笑吧 旧宅 念奴交姐姐 你也在这儿 她不在这里 能在哪里啊 皇宫内院呢 九哥和郭舍人 到处在找你呢 我现在就告诉九哥 他一定高兴死了 你如果报告皇帝 我马上就走 为什么呀 九哥可是真心实意 喜欢你的呀 他自己有皇后了 哎呀 那她是娃娃亲 父母定的 她真爱的就是你念奴交 她是皇帝 她可以爱所有的人 我是草民 只能爱一个人 可惜这个人 不是她 是谁 是一个 不知道爱不爱我的人 丽玲啊 你就不要再为你九哥 白费力气了 丽玲小弟 请答应我 不要把我的行踪 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你的九哥 可九哥 我不能不讲义气啊 我更不能犯欺君之罪啊 哎呀 闭嘴闭嘴闭嘴 你到底是听你九哥的 还是听我的 我 我两个我都得听啊 那我让你现在瞒着他呢 那 那 那先答应你吧 我 我 已经查清楚了 在法场上兴风作浪的 就是这个女人 念奴交 就是她 她现在在哪里 还在长安城里 臣的部下已经看见 她好像住在李玲家里 李玲小两口子都没事了 她怎么还不走 等谁呀 这个 臣不敢说 你就胡说一回 恕你无罪 这个 臣还是不敢呢 直到我没听见 直到你没说 行了吧 皇帝陛下 也在让臣找这个人呢 皇上 那你跟皇上说了没有 臣还没敢说 只说 茫茫人海 正在寻找之中 做得好 看来选你做廷尉 还真是选对人呢 你在看兵书啊 是啊 兵书好看 三十六记读过吗 读了五遍了 三十六记 最后一记是什么 走为上纪 唯唯旧照之后呢 礼带淘江 一花接木 反监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魏青 魏青 东方先生 在审我的马夫呢 公主啊 他可不是区区马夫 他前途无量 先生 能为他测个字吗 据台皇太后说 是公主要我来测字的 是这样的 不过 我现在想把这个机会 让给他 可以吗 那公主就出个字 我看就她的名字 青字吧 青 青草的青 下面是月 上面是相主 又不是主 恕我冒昧啊 你的父母 是不是不在了 他不但父母早亡 而且他和他姐姐 已经失散多年了 怎么失散的 那年匈奴打进长城 杀了我爹娘 我姐姐也冲散了 哎 你看 还能找到他吗 从此行上来看 你们姐弟 应该有团圆之日 真的 那我姐姐还活着 你看 这三横 在易经上是昆卦 高高在上 应该健在 那我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他 青字的上边是十二 下面是个月 应该是在十二月之内 真的 那到底是一年之内呢 还是过年之前呢 应该在年内 年内 对 青草 你听到没有 不到半年 你就可以和你姐姐团聚了 真的 那如果你说的不准呢 如果我说准了呢 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只要我有的 只要你有的 我就要那匹汉血马 如何呀 如果你输了我 你给我什么呀 那我就陪你一个 姐姐 公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告辞了 且慢 有人 相亲你再算一卦 那就请出来吧 现在他不在我家里 他在黎广老将军家 等着你呢 公主啊 太皇太后 买断了我每日三卦 今天其实已经是破例了 请恕我不敢从命 可是 我已经答应他了 请先生免为其难 下不为例 相信你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 公主留步吧 东方先生 坐轿而来 还是骑马而来 安步而行 赶快给东方先生 背车 请先生告我一句实话 你是真的算出来 今儿能够找到他姐姐吗 人总是要活在希望里呀 原来你只想安慰安慰他 天遂人愿啊 即使找不到 总还是有希望的吧 那怎么讲 公主请复早晨 出语不公 公主不早就把他当成 新兄弟了吗 东方先生 你忘了 我的亲兄弟应该是皇上啊 兄弟多了有什么不好吗 再说 清儿他也不是持中之物啊 他来了 姐姐 这次他要是再推三读四的话 你就索性另打主意吧 是念姑娘吧 他来了 验刺双交都在这儿了 没有双交 只有一交 秋晨 我不打扰你们了 你慢慢躺 你早就猜到我在这儿了 小姐在长安举目无亲 我想你只能住在这儿 你不要小姐小姐叫我行吗 你把自己抱得太严了 这屋里就我们两个 你把你的假面具摘下来一会儿 可以吗 你想摘掉我一层皮呀 臣接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老将军请起 我和李灵是结义兄弟 他的家就是我的家 以后我来李感免参拜 臣不敢 老将军 李感将军 今天外面风和日丽的 你们是不是去寻愿一下御林军的 我们是想在您这儿 好好地松快松快 借阔宝地 朕实在是不情之情 只不过我们几个小兄弟 想说说知心话 臣遵旨 李灵 在 好好招待圣伤 是 你在太皇太后那里 都做了些什么 陪其弹琴 有时候交几宫女 还有呢 还有就是算卦策字呀 顺便出谋划策 这么说 你是太皇太后的心腹了 能够参与机密 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作为一个偏远小民 也是得天独厚了 这是你的心的话吗 你说的时候 眼皮不会跳吗 这一回啊 咱们可是大获全胜了 老太太气得干瞪眼 就连他那个智能 东方术 也拿不出坏主意来了 朕好心好意照他进京 想他的一技之长得以发挥 想不到他如此不识抬举 我呀 从来就没有认为 他有什么一技之长 江湖术士之流 卖的是口若玄和 他有什么真才实学啊 他懂得大汉绿条吗 学过兵书战法吗 定国安邦平天下 他占哪个字啊 九哥 你是九居深宫 接触三教九流太少 偶然见一个呀 就如获至宝了 可是他测的那些字 的确很有道理啊 那更是雕虫小技 我也会 你会测字 那有何难 那你测测 念毒雕现在藏在哪 好 谁说个字 那就用你那个汤字吧 汤字 姚舜宇汤 古代君王 欲求得念奴交者 必是九五之尊 哎呀 张湯 九哥这点心思啊 哥就都知道 说点别的 好 汤字 左边有水 水性洋花 右边呢 上头是个日 下头是个午 老张 你这汤字 大家谁都会写 九哥是问你啊 念奴交 到底在哪 别着急 别着急 这个流水无形 互动互息 一日之内 已经远离 这个屋子啊 就是 劝告九哥 不必再找了 哎 你这叫什么卦呀 小林子 你觉得对吗 对对对 准极了准极了 这就是你的追求 你的鸿图 哎 这有什么不好啊 风吹不着 雨打不着 整日忠鸣鼎食 青球肥马 这是一般人 做梦都梦不到的日子啊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哎呦 那你把东方硕看得 太超然物外了 东方硕也是人间烟火 以前在燕赐 一日三挂 不过混个半宝 如今也是每日三挂 但是富贵娇人 这是天壤之别 难道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吗 可我感到很奇怪 你在燕赐摆摊 每挂必重 从无失手 为什么到了长安 却挂挂算不中 我也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我算个挂 而且挂挂不准呢 你是太皇太后的谋臣 你的主子和小皇帝 天天斗志 屡战屡败 几乎到了一败涂地的地步 你说 这个老太婆 是不是老眼红花了 这不奇怪啊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是啊 但是特别的是 她有个吃里爬外的谋臣 你说谁啊 她吃着太皇太后的饭 却处处替小皇帝打算 你说 这个老太婆 她怎么能不败呢 这事你没跟秋山讲过吧 你承认了 也只有你 能看得出来 光凭这一点 你还不承认眼前这个人 就是你的红颜知己 念姑娘 现在皇帝胸怀大志 大业必成 可是他立足未稳啊 现在朝廷里政敌破多 他又举步艰难 我必须原之以守 太子一当恨你入骨 你就忍辱负重 安德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太皇太后早晚看到眼里 到时候你就里外不是人了 所以啊 所以我不能娶妻生子 以免受嫁势之雷 念姑娘 这一点请你见谅 如果这个妻子心甘情愿 跟你共患难呢 娘娘是不是回娘家 掉头 是 灵灵 你媳妇呢 我们还没成亲呢 就咱这小伙子 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是不是 兄弟们好歹也为他立下了汉马功劳了 出来见个面总行吧 行 我去找他 快点 不用心疼吧 是 他 娘娘 这是去哪儿 离广府 哎 我可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嘴 要不然 你以后 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东方 你心里明明有我 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 就像李玲 就像秋缠 年姑娘 我是神在虎穴 朝不宝夕 我不能连累你呀 我不是别人 我是你的 你要知道 事情一旦败露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还是让我吃条条来吃条条去 这样毫无牵挂 你能无牵无挂吗 还是忘了我吧 好 那我就在茶安等 等 那你要等到何年何月 这样会耽误姑娘的大好青春 那就不用你管 如果我重操旧业 过得肯定比你好 重操旧业 茶安有钱人这么多 做我们这一行的挣得也多 怎么 你以为我老了 如果我重赵燕至 我肯定不会没有生意做 念姑娘 你怎么能做这行的 海棠院不过是你司机报复的藏身之处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只要你一天不娶我 我就继续做下去 看谁熬得过谁 是谁给你出的这个嗖主意 把你难倒了吧 你好好替自己测个字算个挂 替自己想一想 过两天我就要挂牌开张了 记着 要来捧场 对了 你要记住 本姑娘只卖艺 不卖身 小弟妹 你看啊 这是什么称呼啊 怎么了 我是小玲子的哥哥 我当然可以称呼你小弟妹了 你真是她哥哥 那当然了 这还有错 那就不好意思了 黎广老将军刚生了我做徒弟呢 按辈分 李玲得叫我师姑 你也得跟着叫吧 这辈对嘛 让你哥吃亏 怎么 不光我吃亏 就连咱们九哥 辈也小了 我是皇帝 不要扯伤我 江湖无辈 咱们各路各的 那就算舍人一个人 别扯伤我们 有什么了不起的 师姑就师姑 有什么事啊 师侄 请问师姑 你知道念奴交上哪儿去了吗 他找你没有啊 念奴交啊 关大哥 罚场那天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 王的事 以后他就不见了 那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该紧紧地抓住他呀 也免得皇帝九哥 抓耳挠塞的呀 秋辰 别胡说 就算是这抓耳挠塞吧 秋辰小妹妹 你要是帮这找到他 朕就给你和李宁赐婚 皇上 要给谁赐婚呢 不仅朕宣召 你来做什么 听说陛下在这里重温旧梦 臣妾也想闲得一回 这位就是皇上念念不忘的 念奴交吧 还真够狐狸的 你敢打我 皇上 有人打了你的皇后 你就看着不管吗 人比先自辱而人辱之 你自己看看自己 像个皇后吧 皇上算说对了 只要一天不废话 我就是皇后 皇后娘娘 您搞错了 她呀 她不是念奴交 她是李玲的女朋友 秋缠 那念奴交呢 藏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家没有念奴交 我不会吃了她的 你不能进去 整个天下都是我们家的 我有什么不可以进去的 里面没有人 这是我的房间 我正要看看你的小洞房 你不能进去 到底谁在里面 里面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草城拜见 皇帝陛下和皇后 东方说 你怎么会躲在这里 这不是躲避 这叫做回避 在这间屋子里回避 谁让你进来的 秋缠 是我 我请东方先生来的 这件事 你可以问问他 我让他给我算算命 看跟你的命合不合 不合 我也好早做打算的 那你刚才是躲在里面 算命呢 算好了没有 刚刚算好啊 就被你给喊去了 去招呼你那些 高清贵友了 算得怎么样 合不合 你想知道啊 我不告诉你 皇后 你满意了吗 郭舍人 臣在 历陵府还有多少房间 你还想一间一间的 都搜遍了呀 这是李广的将军府 是机密重地 我又不是来刺探机密的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不要以为你是皇后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皇上发什么脾气 如果不是心里有鬼 又何至于恼羞成怒 朕的心里面有什么鬼 你说 你说呀 皇上 皇后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呀 怕朕的脾气大吗 朕的脾气是天地生的 父母给的 是天子的脾气 朕心里不必有鬼 也可以大发雷霆 谁要是敢不让朕发脾气的话 就不要让朕看见他 皇后 千万别还嘴 他正在气头上 皇后 你知道朕问的是什么人吗 当然就是皇后要找的那个人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皇帝陛下是否要曹臣给你册个字 陛下要你从事招来 不要玩江湖的鬼把戏 不 朕就是要你册字 陛下 那么就请出个字吧 那就还用张汤的汤字 陛下问的就是那个人吗 是 左边三点水 右边上日下午 中间还有一行 陛下 你所问的和皇后找的 恐怕都是同样一个女人 那还用得着你说吗 水可是好东西啊 世间万物 有水则活 无水则死 滴水可以成冰 拒之可成熙 冬包主 你就这说他在什么地方 不用咬门脚子 不才刚才已经说明白了 他既然属水 那就无所不在 只要不是沙漠戈壁 都是他的去处 水过也应该有痕迹 难道他会上天入地不成 来自江湖 去自江湖啊 那我那天在法场还看见他呢 他要跑也跑不了那么快 江湖处处 不一定非要长途跋涉啊 你的意思是 他还在长安 那就要看这个字了 你看看这汤的右半边 是个雾 雾嘛 应该已经不在 那这能不能找到他呢 那就要问他想不想见到皇帝陛下 东方硕 你放肆你 说这话就该治大不敬之罪 那我想请问陛下 是先治草民罪呢 还是先让草民算怪 你怎么知道他不想见朕 是他对你讲的吗 陛下 请看这个汤子的右上角是日 日者太阳 人间帝王高悬在长空之上 太阳想见一滴水 无异于原木求鱼 水滴想接近太阳 那么也要牺牲自己的性命 皇上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是罪雷公 他瞎批他 一个汤子能解成这个样 这是天下棋团呢 是啊 草民自知才疏血浅啊 如果张判官能够把这汤子 另有解法 竟可以献给陛下 草民也好从中领教获益 陛下 太皇太后献宣实现 命草臣准时回宫 草臣可以走了吗 不行 今儿你得给九哥算个好话 才去你走 你让他走 我不想再见到他 草臣多谢皇帝陛下 张棠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不好 偏偏要叫这个名字 皇上 您放心 老郭就是撒下天罗地网 也一定可以找到念奴交他 多嘴 皇祖母 你要 你要给儿臣做主 儿臣没有活路了 皇祖母 你是皇后 谁敢欺负你啊 起来起来 皇上啊 他当着那么多文武百官 把儿臣骂得狗血奔头 他爱上了一个坏女人 一个狐狸精 还是一个人尽可负的妓女 妓女 这宫里头哪来的妓女啊 皇祖母不信可以问廷尉啊 他们在燕赐沟的上的 这次那个女的来 就是来和皇上筹文旧梦的 皇祖母 你再不管管她 这个筹女人就会 就会爬到我头上来的 以后大汗潮 就会出个婊子皇后了 你骂谁是婊子皇后啊 你骂你自己 还哭呢 看看你这皇后是怎么当的 皇祖母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什么呀 你这皇后才当了几天呢 三十年前我就已经当上皇后了 你这皇后是怎么做的 宫里连个宫女都没有 什么丑事都让一群臭男人伺候 他们不是男的 是太监吗 废话 你以为皇上在宫里 看不到别的女人就没事了 宫里看不到 他就不会到外面去看 你能蒙住她的一双眼睛吗 好了 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尝吧 黄祖母你教教我吧 你当了那么多年皇后 你一定有办法的 我的办法你学不会 我是从来不反对 宫皇纳妃 相反的 我还希望他们个个都是美人 我给他们打扮 没胭脂水粉 把他们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就是让他们帮我 紧紧地抓住皇上的心 把皇上眼睛看高了 他还看外面的野花吗 文帝老祖宗一带 你去打听打听 有哪个循环问流的 黄祖母 你要我替他拿妃子 那不是野狼入室吗 我不干 我就知道你学不了也学不会 黄祖母 除了拿妃子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你去请教别人吧 在这皇宫里 也不是我一个皇后 奴婢迎接太皇太后 快起来吧 在画画呢 奴婢画得不好 画的是谁呀 是奴婢随便画的 是皇上 奴婢画得不像 眉眼之间 是有几分神似了 不是和他朝夕相处过的人 是很难画出来的 是东方先生让你画的 不 是奴婢大胆 不知怎么 就画出来了 嗯 要画得出神入画 呼之欲出 是还得下功夫 是 要不要本宫给你个机会啊 太皇太后 给奴婢什么机会 接近她 仔细地看看她 奴婢怎么敢呢 我说你行就行 去收拾收拾 准备伺候皇上 伺候皇上 不行不行 太皇太后 还是让奴婢留在身边吧 我怕不行 子夫啊 你知道本宫让你学琴棋书画 学六亿 为的是什么呢 是太皇太后调教努力 调教好了以后呢 伺候我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 未免太奢侈了吧 等你学出出息来 本宫已经去伺候先皇了 告诉你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奴婢万万没有想到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 做祖母的 没有不同孙子的 只要你把皇上伺服好了 就等于是孝敬我了 可是我听说 皇后娘娘是不要宫女的 她现在已经碰得 头破血流了 子夫 老太太对你如何啊 太皇太后定律必恩注入身 心里话 神明在上 子夫要有一个字 不是发自肺腑 让我现在就死 记在心里就好 陛下再不回宫 奴才就一直跪下去了 谁给你们出的主意啊 你们是想逼宫吗 谁也跪谁跪 哪怕跪到三更 跪到天亮 只要你们爱跪 你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呀 朕要读书 朕要处理国事 耽误了朝廷大事 你们谁能担待得起吗 告诉派你们来的人 如果你们再不走的话 朕就永远不赐你们平身 九哥 臣等参见皇帝陛下 你们看见了吗 朕现在要和臣子们商量国家大事了 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 是想偷听国家机密 还是想里通外国 奴才不敢 想跪都滚到院子里跪去 谢皇上 九哥 有消息了 找到他了 人 没找到 那你来干什么 你们俩别傻愣着的 光我说你们也说呀 你说 说呀 你说 谁说都一样 是这么回事 那天法厂上 已经不是要了秋缠 一小缩头发吗 然后把豆云给骗了 这事我知道 这主意谁出的 你知道吗 你能教啊 是她 拦住在耳边教给我们的 真是有勇有魔的女主豪姐 后来呢 后来你不都知道了吗 嗯 你看 我说不忙不忙吧 你非来 九哥说的呀 他说只要有蛛丝马迹的话 就让上奏的呀 是不是九哥 奏得对 九哥我对念奴交 就是一片真情 反人百姓 都可以有自己的闺房之乐 恩恩爱爱 为什么做皇帝 就不能有呢 李灵你有求缠 为什么九哥我 为什么九哥我 我们就能够